这次嘉义庙会的爆炸案 13岁的红小弟弟跟妈妈去看表演 没想到被这场爆炸给波及到 母子两身体其实都被瑞丽物刺伤 妈妈就说了 其实红小弟弟当下他的右下腹是破了一个洞 送医检查 其实医生就在脾脏 胃部还有他的背都取出了金属碎片 现在红小弟都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妈妈他哽咽了 他只希望说儿子可以平安出院 那现在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起爆炸呢 目前锦销研判可能是气爆所造成的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看法 伤者身上取出来的铁片 其实跟易燃瓦斯罐很像 不排除有关联 红小弟的妈妈哽咽说不出话来 15号晚上全家一起参与 家义金虎也会绕镜 没想到13岁儿子伤势严重 躺在加护病房 尖锐铁片就是从红小弟的体内取出 爆炸发生当下 竟然从他的背部贯穿 刺进体内器官 刺穿进入身体 可见当时爆炸威力有多么强大 犹如子弹射击般 要是角度再偏一点 恐怕直接要了小弟弟的命 全家周六晚间 开心从彰化南下参与庙会 却碰上了爆炸意外 也全身伤痕累累的妈妈 一直守在病房外头默念祈祷 希望儿子能够脱离危险 赶快好起来 而爆炸发生原因 由于伤者的身上都没有火药残留 因此目前研判 气爆可能性较大 我们会从这个气爆的现象来看 显然可能垃圾袋会有一些 需要我们带查证的东西 至于为何会产生气爆 专家提出一个可能性 庙会现场如果有人将汽笛喇叭 以及卡式瓦斯罐丢入垃圾袋 紧接着再朝里头丢植烟地 毅然挥发液体碰上火源 恐怕就此引发爆炸 而从洪小弟身上取出的铁片来看 疑似就是铁罐爆炸时 所喷溅出来的 高温的关系 然后导致那个钢瓶 或者是那个铁瓶破掉 然后才产生这样的爆炸 那种瓦斯罐爆炸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爆炸之后会有碎片 那可能就插到肉里面去 见识人员来回彩证 要厘清是什么原因造成爆炸 警方不排除任何可能 正抽丝剥剪 还原真相 记者张志荣 胡帆松 SNG 将一期报道